大家好 情思拉今天想和大家分享快靚靚的糖醋排骨 你看看我的糖醋排骨是不是很棒呢 事不宜遲 马上开始 又是用Cookie Doo吃泡 材料有这些 雜化泡和超级市场都可以买到 第一个步骤就是和排骨粒做SPA 出出水去这样的骚髒东西 加水到刚刚过了排骨 注意水位 然后用速度2-45度洗 大约15-30分钟 出完水了 小心点勾它上来 这家猪肉档也不错 血水也不是太骚髒 冲一冲干净的锅 抹干它 找食谱就可以开始了 油20克 如果你怕肥可以减少几克 加几片姜 大约10克 然后用速度1-120度煮3分钟 去爆香些姜 哇 姜爆得很香 然后放我们刚刚出水的排骨粒 再加50克冰糖 我怕甜所以只加了一粒 绍兴花雕酒 30克 白米醋50克 过程记得归零 再加生抽15克和老抽15克 然后盖上盖 用刀、背、汤匙 速度 放入热度 煮25分钟 如果你想汁更稠 煮至差不多剩5-10分钟的时间 你可以拿开煲盖中间的凉杯 让水蒸气走出来收汁 剥完个地 煲完饭 回来就煮好了 真的快、美、正 重点是我不用站在旁边看火 灑两粒芝麻芭蕾 厨房神气是否很神奇呢? 先给个赞 想吃甜又可以,咸又可以,可以了? 又到了豆腐有得看没得吃的试食时间了 豆腐这些东西不适合你小朋友吃的 你闻一下好了 给大家一个提示 煮排骨的时候 你可以用Feroma蒸笼 放两条菜或者馒头 放在锅上蒸 又省几分钟 希望大家喜欢这个糖醋排骨 记得按下红色的按钮订阅我的频道